梅花艺术,我们把这个基础给说完,比如说今年是2023年,比如是2月多少号?13号吧,那么8点钟,早上8点。 这个就是鬼卯年,它这个以这个地支为准啊,古法是这样说的,经典上是,像这个某,它是从子丑银某这个取四这个数,当然了,这个现在还没出正月啊,正月, 今天初级我忘了,那么就说成出八了,那正呢,就是一这个数,八呢,还有一个数,八点,它是,也是子丑银某,看了一个时辰,八点是尘时,那么尘时是第五个时辰, 它是年加月加日,出一个八,因为八挂了,得出来一个数,比如说这是十二加七十九,二八一十六,有个余数是三, 然后年月日十 再加上这个五 这十九加五二十四 同样除以八 三八二十四 没有余数 那么这个余数是零 就以这个八为论 八是什么呢 坤卦 先天之数 钱对黎正迅凯门坤 那么三的钱对黎 这个卦就出来了 上面是黎 前面是坤 那么怎么取这个动摇呢 没话说有一个动摇 也是这个总数 除以个六 因为一共六个阳 那么除以六 四六二十四 有余数看余数 没余数看本数 就是第四阳动 也就是这个 这个一动呢 就变成了阳的变阴的 就变成了山地波 然后对应你心之所求 算什么事 当然也有存在一挂多段 就是可能别的事也能算出来 那怎么算呢 那就是这个立为火 火生土 上面这个动了 它就是用 用光 所测之事 下面这个没动的就为体 体就代表你自己 这个火生土 那用身体 反生你 那应该是好事 然后呢 你要看一个重要的 就是 这个什么季节 现在是春天 春天这个火很旺 但是这个春天是克你的 本身是克你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 反而 陌生火火生土 观音相声 反正挺好 特别好 这个变卦呢 出来的就是 它用跟体 都是土 这个主要是看五星 都是土 就更旺了 比火生土还旺 那么这个卦 就是一个好话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主要是看 这个季节 还有月份 你还应该看日 这一天是 自愁一某 哪一天 哪一日 但是这个传统的呀 其实我们 更简单的 因为现在人用业力 能少了 你直接把这个数 加一起 这么算也可以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同时你还可以 根据挂油瓷 挂像和整体去把握 好